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 他的人生更是充满传奇 非建筑科班出身的他曾经是职业的拳击手 靠着自学开创清水模的设计风格 从2017年展开的世界巡回展来到了台北 是他生涯当中规模最大的作品展 超过了300件的模型还有设计手稿 更将光之教堂1比1的复刻原尺寸重现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专题吧 一走进展间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巨大的青苹果雕塑 象征着他的人生哲学 然后这里有成员椒 青苹果雄大 人生现初的心里就是青苹果雕 这青苹果千万块 在疫情中中 才能让他来100岁 说好 安藤忠雄今年81岁 仍保有年轻热情的心 就像他充满挑战的传奇人生 非建筑科班出身的他 曾当过职业拳击手 21岁踏上7年的自学之旅 走访世界各地观赏建筑 现场展示了他当年素描的手稿 以及旅行中拍下的照片 展区分为四大主题 与历史对话展出了他最新的作品 去年6月开幕的巴黎皮诺斯人美术馆 他将百年建筑的巴黎证券交易所 套入混凝土圆筒形结构 展现出全新的现代空间 白色的部分是原本的古迹 那在这个中间的灰色的这个部分 是安藤老师他所设计的 混凝土的一个筒状的空间 所以是与历史古迹的一个新跟旧的对话 安藤老师他特别要强调 虽然现在电脑绘图已经是 大部分建筑从业者会使用的工具 但是他认为人的创造力 基本上还是脑跟手的协调 所以他很重视用双手做出来的模型 还有手稿 在空间的圆形展区打造了经典代表作 光之教堂 是以1比1等比例复刻 还能走进教堂内透过镂空的十字架 穿透进来的光让观赏者体验独特的空间美丽 有一篇文章刚好学到安藤宗雄的那个光之教堂 那篇文章我特地把它剪下来 那一直想说等我退休以后到日本去看那个教堂 其实我2017年他在东京的首展 我就已经看过了 我之前在东京看的1比1光之教堂 它是在户外的 那台北展他竟然是把它搬进了松烟的仓库里面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会想要看一下户外的呈现 跟在室内的呈现它会有怎样的落差 在景观的创造中 长达30年的指导计划是他的杰作 他将建筑的几何学隐藏在地景之中 把曾经的荒岛变成现在每年接待 超过70万游客的艺术圣地 来户内海国际艺术记 就是在指导这个区域 那在指导当中呢 老师花了30年之久 在这边创作了将近八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有一件作品叫做地中美术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术馆的设计 其实是隐藏在地底地里面的 那因为这是一个岛屿 所以老师他非常重视指导的自然景观 因此在这个设计当中 建筑物是非常谦虚的隐藏在地底下 从2017年展开的世界巡回展最终站 来到台北 他生涯规模最大的作品展 集结了大师半世纪的心血 超过300件设计手稿以及模型 要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建筑的魅力 记者黄美清理周强 台北彩虹报道